哈囉,大家好,我是學學 2.5週年的活動,明天中午就要正式開始啦 那個時候我還在公司上班呢 可能要下班之後才有機會來趕快參加活動 現在就先來望眉止渴一下 看看遊戲內出的各子項目的詳細公告 有沒有什麼要Double Check跟注意的事項 最下面兩個一個是1.5週年的 紀念限定LIVE衣裝再犯 另外一個是在先前的影片也提過的 台服版的衣服有限定販售 再來是2.5週年的登入紀念 最多可以拿到7個10連抽跟310 還有這個比較重要的就是之前還沒有看到細項的 2.5週年的紀念鑽石商店的套組 科長們如果想要直接清空2.5週年的紀念套組的話 一共會需要1500、3000、6000、9000 大概19510 差不多就是接近兩單了啦 那不要忘記喔 這次2.5週年還有兩個有償時限定的卡池 所以等於還要再加6000 如果說你要把所有有償時相關的福利跟活動都參加到的話呢 一共會需要19510再加6000大概是25510 我覺得有一個很賊的地方就是大家玩這個遊戲應該都會很缺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純潔晶你要開角色的衣裝的時候需要用到的 另外一個呢就是角色的歌卷 呃台服是不是叫主唱卡不是很確定我沒有玩台服 對這兩個東西都會很缺 那我這次看了一下它的包其實跟先前差不多 它是把這兩個東西拆開的 主唱卡的部分它是包在那個有償鑽石3000的那個包裡面 那純潔晶的部分它是包在有償9000的部分 所以如果這兩個素材你都想要的話 就等於要刻一單再多一點點大概一萬兩千十嘛 那除了這兩個素材我個人啦是比較執著的之外 其他素材我覺得都相對還有別的入手管道 好像就沒有說要飛到每一包都買不可 當然如果你有在拼排名的話 那個ネガイノシズク可能你也會蠻需要的 畢竟可以破一些白色的等級 讓你的卡的打出來的分數可以更高 至於說純買鑽石的部分啊 我看了一下這次的好像沒有很滑耶 Bonus的鑽石數我覺得有一點少又應該有一點低 所以可能到時候看看情況吧 至於3000跟9000的那兩包 3000我一定會買 9000我再考慮一下 畢竟我手邊其實還有蠻多純潔晶的 只是純潔晶這個資源平常沒什麼管道拿到啦 所以有的話還是會很想要買 再來呢是2.5週年的紀念live衣裝 先前的影片也有跟大家聊到喔 就是這個卡池你可以抽一次 那保證會有一張四星 同時會拿到所有角色的2.5週年的衣裝 這個其實有一個很方便的點是在說 你可以快速的抽你的角色ranking 對那個衣裝它是有加數量的 然後是先前影片也有跟大家分享的朋友招待的計畫 如果說你是老鳥的話 想要拿到那張四星的ガチャ券的話 你招待的第一個新人 他必須要把他的這個活動內的任務都完成 那有三個任務 簡單來講啦 就是他必須要看三個團體的主線故事 然後不能跳過也不能夠按快轉 我可能就會直接拿我的手機備用機自己把它做掉了 對那有想要拿這個獎勵的朋友的話 也可以留意這部分 這一次的活動呢 綁的是製部的banner喔 那會切的是他跟昂講相遇的故事 最後就是這個我們最關注的2.5週年的卡池 先看他做的這個小的banner圖 是把靜音雙子放在上面 這造型好好看喔 而且兩個人都好白好夢幻 好好看喔 他除了靜音雙子之外啊 其實官方推特也已經有出一張組圖了 就是把所有這一期的限定角都組在一張圖上 安娜超好看 那個髮型是他目前為止所有限定髮裡 我覺得最好看的一款 而且一定很萬用 感覺就很溫柔 因為之後啊 抽卡影片當中 都還是會按照慣例來跟大家分享 我對每張卡面的該該叫 就是一個興奮到不由自主的自言自語 所以這支影片我就不多說了 把感想呢 都留到到時候的抽卡影片來正式宣洩一番 今天影片呢就到這邊 短小金幹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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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